刘备是一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人物 他去世60多年以后 有了《三国志》这部史书 第一次记载了他的生平 最后的两个世纪 东京人长渠的《华阳国志》 和《刘宋仁·裴宋志》的《三国志》著 也记载了他的部分世纪 他死后1000多年 有人将《说出先生》讲三国故事的大纲刻印成书 命名为《三国志》评画 同时期的戏剧舞台上 也有许多三国题材的杂剧上演 观众每听说他打败仗 就忍不住叹息落泪 又过了差不多100年 有个叫罗冠农的文人 结合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 写了一部小说 名叫《三国志》通俗演绎 300年后 毛宗刚又对这本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三国演绎 就是毛宗刚修改后的模样 1994年 央视版《三国演绎》上映 孙彦军扮演的刘备角色成了不小的经典 2010年 高熙熙版《三国》上映 于和伟饰演的刘备也颇受好评 今天 这两本刘备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共同递到了当代人心中对刘备的刻板印象 然而有意思是 同样使刘备如今网上对他的评价却大为不同 有人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真英雄 另有一些人却认为 他不过是一个假人假意的伪君子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我认为其根源就在于 这1800年来 刘备本人在史书和文艺作品中的形象 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打个比方 如果把刘备的形象比作一幅传统的肖像画 那么起初《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只是一张素描 而随后的千百年里 小说家 剧作家 说出先生 电影导演等各色人等 则基于自己的立场 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 又风格各异的加工 而且还是一层层累积的重复加工 简单说 史书的记载是第一层 《三国志》平画和原杂剧是第二层 《三国》演绎原著小说第三层 《新老三国》电视剧是第四层 层层涂抹下来 虽然迎合了老百姓的趣味 使这幅画显得又好看又生动 然而画中人的真实面目却被掩盖了起来 面对不同层次的画作 大家又有不同的解读 自然就搞成了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状况 彼此争论不休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例呢 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 我觉得光看到这一点还不够 我还要看到第五层 那就是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 刘备的形象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要把这个问题考清楚 至少够写一个说实论文了 但在今天这个视频里 我只想从四个维度入手 简单的说一说 这四个维度就是身份 才能 性格 和品德 我们先说刘备的身份 在身份这一维度 刘备形象的第一个变化是 大哥 没错 就是刘光章三兄弟当中的大哥 半年前 在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在一起有关 讨厌结义的视频中就说过 在历史上 尽管刘光章三人恩若兄弟 心如苦肉 自始至终感情都很好 但遗憾的是 史书上并没有三人 曾击败为一兄弟的记载 不过到了宋元时期 在画本小说 三国制品画和三国题材的杂剧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桃源三结义的情节 这在当时 是说书人和剧作家 为了迎合市井百姓的趣味 而惯常使用的套路 由于这一套路深入人心 后来也被罗冠中所继承 更重要的是 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 作者之所以在开篇 便给刘光章安排一个 结义的起源故事 让三人缔结下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的契约 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对义的弘扬 不管是兄弟情义 还是国家大义 季汉之营 从始至终就是义之所在 对义的追求和实践 也是推动全书情节 开展的一个主要线索 因此在小说中 刘备作为大哥的身份 得到了高度强调 他一生的事迹 以大哥使 也以大哥终 大哥这一宽厚长者的形象 甚至超越了刘备 原初的帝王形象 成为了人们心目中 对刘备的第一印象 刘备形象在身份上的第二个变化 是皇叔 众所周知 刘备别称刘皇叔 这个称呼反映出 刘备的身份不但是汉室宗亲 而且还是当今皇帝的叔叔 然而这一层光环 其实来自后人的伪造 在历史上 虽然刘备号称是汉秦弟子 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但世属幽远 招募难鸣 读书以上姓名皆不可考 可以肯定的是 他绝对不是大汉皇叔 实际上三国志里就没出现过皇叔这个词 就连后来刘备称帝时 《群臣劝劲的奏章》里 也只称刘备为中山晋王之咒 丝毫没有提到 他跟汉宪帝有什么瓜葛 据我所知 最早称刘备为皇叔的作品 同《陶渊结义》的情节一样 也是元代成熟的三国志品化 和元大剧中的三国戏 而皇叔这个称呼 大概率是说出先生随口夸事的产物 等到后来刘冠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 我猜他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但是为了尊留扁曹 增强刘备集团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他不但继承了这一称呼 而且还虚构了一场汉先帝和刘备 在朝廷上当众算宗谱 续书职之礼的情节 给刘备皇叔的身份 正式加上了官方认证 此后皇叔的头衔 就成了刘备迎娶人心的一杆大棋 很方便地解释了 为什么在小说中 刘备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搞笑的是 罗冠中毕竟不是搞历史的 如果只按他虚构的宗谱算下来 那么刘备的辈分 比汉贤帝要足足小胜五倍 叫黄玄村还差不多 怎么能叫皇叔呢 说完了刘备的身份 我们再看他的才能 这是一个更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因为史书上关于这一点 本来就有不同的记载 比如同样是曹操这营 有人认为刘备多余用兵 每战则败 有人则认为他宽人有度 能得人死利 国家、成谕都承认他 有雄才而甚得重心 曹操也称他为人杰 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 但是陆迅却轻蔑地说 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统计了 史书记载的 所有刘备亲身参加过的战争 认为其失败的比例在60%以上 以此验证了刘备 读于用兵多败少成的结论 到了三宫演义当中 尽管罗冠中为刘备配备了双骨剑 还让他在三英战旅部时 打出风头 强行拉高了刘备个人的武力职 但在诸葛亮出山后 为了彰显刘备之人善刃 以及孔明的神机妙算 拥有鬼神不测之能 他有一花接木地 把历史上刘备的许多战绩 都算到了诸葛亮的头上 所以反倒给人留下了刘备 无能的印象 再加上刘备生前 自己指挥的最后一战 又是大败于怡林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 至少在军事才能上 刘备的水平并不高 比如陈寿统结刘备一生之工业 就说他 鸡权干略不带卫武 能力比曹操差 张多耀先生写刘备传 也称刘备 历经沙场而不善用兵 但是我必须要说 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因为刘备一生所经历的重要战役 不论胜负 大多数情况下 他都不是兵力占优的一方 并吞巴蜀一战 刘夹回下的军队 在数量上远超过刘备 只是其内部不合 指挥无方 最终才归于失败 汉中一战 夏侯渊和曹操投入的兵力 也不比刘备少 但是刘备还是取得了胜利 至于怡林之战 刘备的兵力 就更不是演艺上吹嘘的75万 而是只有四五万人 基本上跟陆迅持平 综合来看 刘备虽然不是什么军神 但也绝非无能之辈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维度 性格 许多学者早就注意到 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 在刘备性格上发生的一个显著转变就是 历史上刘备刚强雄豪的性格特质 受到了削弱 其宽厚仁爱的秉性则得到了加强 以至三国演义中 刘备总显得有些优弱寡断软弱窝囊 这里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哭 遇上点什么事就哭哭啼啼 乃至落下了一个刘备的江山 是哭出来的名声 据统计 在毛本三国演义当中 刘备总共哭了三十多次 好事哭 坏事也哭 激动哭 感慨哭 着急囊过更要哭 而且一哭 往往有笑过 无怪乎毛宗刚在评点时说 先主基业 半以哭而得逞 先主从来善哭 然而在历史上 刘备却绝不是一个爱哭之人 我检索三国志及陪助所引的各种史料 发现满打满算 刘备只哭了六回 这六回当中共有五次是为了与他人的生离死别而哭 例如早年与田玉分别 刘备替气云恨不与君共成大事 刘表死 刘备哭于表目 庞从死 刘备严得涕气 法正死 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 甚至杀刘风 刘备也为之流涕 只有一次 刘备哭的是自己 那就是他在刘表处寄遇多年 眼见碧肉复生 无所作为 这才凯然流涕 为自己的老之将至 壮之难愁 留下了悲愤的泪水 显然 演艺中描绘刘备之哭 是为了凸显他的人案 但是这种手法用的过烂 反而让人觉得刘备有些软弱和虚伪 鲁迅所说 欲显刘备之掌厚而思维 就是对此而言 实际上 按照史记的描述 刘备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之人 这说明他十分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考虑到这一点 在审时证实中 刘备的六次落泪 我们就能从中感受到 尽管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是面临与之交好友的生理死别 刘备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泪水 他分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磊落汉子 他绝不软弱 在尔与我扎的权力斗争中 他也并不比曹操 孙权等政治对手更虚伪 说到这里 正好我们可以说一说最后一个维度 那就是刘备的品德 在我看来 今天网上之所以很多人喜欢曹操 不喜欢刘备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觉得曹操敢爱敢恨 有真性情 虽然干了很多不光彩的事 但从来不藏着掖着装白莲花 比如郁中天先生 就称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尖雄 更有畅销书大肆吹捧 说曹操就是一个卑鄙的圣人 至于刘备 就未免显得表里不一 虚伪作作 感觉就像一个演技不佳的绿茶婊 假人假意的伪君子 自然让人讨厌 那么为什么他们对刘备 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呢 刘备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君子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历史和文学 两个层面来探讨 历史上的刘备最容易被人指认为 伪君子的污点 就是他灭刘章取暑这件事 因为史记明确记载 当初刘备入署 本是受刘章的邀请帮助他对付张禄的 而刘章待他也很好 结果他却一边吃人家的饭 一边却惦记着人家的产业 到头来翻脸无情 欺负老实人 反过来夺取了益州 更重要的是 他入署之前本来就有取暑的野心 对外却装成一服跟刘章胸有地公的样子 这不是伪善是什么 甚至就连刘备自己也承认 取暑是以小力而失信欲于天下 跟自己一贯仁义的人设不符 这不是假人假义又是什么呢 鉴于刘备以诈力取暑的事实摆上钉钉 连许多记忆汉粉都觉得这件事没得洗 例如以蜀汉为正统的东京人洗刀池 就说刘备洗取暑地是复信为情 得意拒签 在道德上是个难以洗刷的黑点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抱着历史之同情 替刘备说两句 一是刘备虽然一直高举仁义的大旗 但他毕竟是一个争夺天下的政治家 是一个枭雄 这就决定了他推崇的人是有限度的 是有条件的 他的人主要是对百姓 对部署 甚至对利语无关的陌生人 但是对于自己的敌人 他则跟曹操一样从不心自手软 这一点从他早年劝曹操杀吕布 后来杀张玉这两件事就看得出来 而刘备起兵之前 由于张松被刘央所杀 他立通外国的事迹暴露 当时刘央已经将刘备视作了敌人 再者之前的长板之败已经向刘备证明 一位固守仁义而不知权变 最终很可能鱼翼熊掌一个也得不到 当时的情况是 益州已经是重视之地 你不来取 那就一定会落入别人之手 在曹操步步紧逼的情形下 能不能拿下益州 对于刘备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刘备的理想是成就罢业 不是当圣人 取鼠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取鼠当然会损害他仁义的形象 但不取的结果就是灭亡 两害相选取其轻 我相信任何人处在他当时的位置上 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其实相比历史上的刘备 今天很多人觉得刘备虚伪 主要是受到了三国演艺等文艺作品的影响 一是因为演艺中虚构了一些 与现代人的价值观不符的情节 比如著名的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 还有所谓的刘安杀妻 用妻子的肉款待刘备这两件事 历史上都并不存在 刘备的名言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也是小侯家的杜传 二是因为如前所述 小说致力于塑造宽厚仁义的刘备形象 但历史上 萧雄刘备那些杀伐败盒的事 他也不能不写 这就导致作为文学人物的刘备 多少有些人格分裂 让人感觉不够真实 再加上如今阴谋论盛行 许多人习惯戴着功利的眼镜 审视一切 自然觉得刘备这个家伙心机很深 不像曹操那么真性情了 所以总结来看 如果把文学作品中的刘备 跟历史上的刘备做一个对比 就会发现 尽管小说给了他一个皇叔的身份 增强了他的号召力和正统性 也借助桃源结议 加深了他对于草根结层的亲和力 但在才能和性格上 却为了塑造一个明清文人心中的人均 弱化了刘备原本具备的枭雄气概 以致令这个人物竟显得有些柔弱和无能起来 至于品德 小说一方面遵循民间叙事的逻辑 想塑造一个宽厚人德 爱民如子 道德上趋于完善的好皇帝 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历史叙事中 政治的本质就是权益斗争的制约 无形中就使得刘备这个政治人物 在人格上呈现出了矛盾和不够真实的缺陷 再加上古今价值观存在不小的差异 小说中古睡的仁义道德 在现代人看来 总是难免有几分装腔作势 虚伪作作 因此在某些人看来 一贯善于刁买人心 处处拿皇叔的头衔当名片吸引关注 举着仁义的那旗博取同情的刘备 可不就是一个伪君子吗 那么如果我们揭去文学作品 蒙在刘备头上的面纱 把他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审视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汉末人刘少在其著作《人物志》中说 聪明秀出为之鹰 胆利过人为之雄 所以我认为 刘备从曹操一样 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而他身上最宝贵的品质 在我看来还不是宽厚和仁义 而是他弃而不舍的雄心 以及百折不挠的韧劲 我们都知道那句话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可惜的是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世 无非就是一个缓慢受垂 最后放弃梦想 成为咸鱼的过程 但刘备不是 回顾刘备的一生 他虽然号称是汉室宗亲 是景弟子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但当时光是这个中山晋王刘胜的后代 就有成千上万 他刘玄德身为一个跟当朝皇帝 八杆子打不着的宗室叔叔 实在占不着什么便宜 论出身 他比不上袁绍 论家境 他比不上陶操 论名声 他比不上陶谦刘表 论祖宗基业 他也比不上刘张 孙权 论兵马 战利 他比不上吕布 公孙赞 然而自从少年时望着自家篱笆旁 那棵武藏高的桑树 说出 吴必当成子余宝盖车那句豪言开始 数十年来 不论经历何种风语 遭遇何种挫折 刘贵的雄心却始终不曾改变 他二十四五岁起兵 二十多年间 从河北一直折撑到湖北 七次寄人零下 八次大败亏叔 其中四次 搞得连老婆孩子都当了敌人的俘虏 到了四十七岁依然是一事无成 连个稳当点的落脚地都没有 一般人遇到类似的状况 多半不是自暴自弃 破罐破摔 从此一蹶不振 就是愤世忌俗 放弃原则 把自己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 就拿刘备同时代的那些汉墨豪墙来说吧 公孙赞强盛的时候 几乎控制了一半河北领土 破灭黄金三十余万 然而一旦受挫于戒桥 便从此失去了进取之心 从此钻进易经要塞 守着三百万户古朴子 幻想在天下之变 终于坐受袁绍为攻 自焚于高台之上 而袁绍鼎盛时 更是和四周之力 拥百万之众 十位当时最强诸侯 即便关渡战败折损了八万人马 但净土未施 本前犹在 仍然足可与曹操周旋一番 可是他却一蹶不振 呕血而死 此前又没处理好后事 终于导致两个儿子自相残杀 河北落入曹操之手 在刘备之前 占据南洋一带的张秀 曾经三次令曹操 无功而返 他的军队来自梁州 麾下又有贾许附作 如果张秀有称霸的雄心 他完全可以南接刘表 西连 韩随 马等等 关中诸将 这步棋走好了 他甚至有割据八汉 想在刘备之前 成为三足鼎立之一的可能 然而最后 他却选择了投降曹操 安心地当起了傅家翁 当然 我们不能说张秀的选择 就是错误 因为在那个战乱贫人 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一个人能平安地活到老死 安享富贵 在清求匪马 富人纯久当中度过余生 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幸福 如果刘备也向张秀一向 满足于这种幸福 那么他在38岁时 便可以放弃称霸天下的志向 从此安心地在许多朝廷里 当他的左将军 宜成廷侯 至于这天下将来是姓元 还是姓曹 大可以默然失之 只要富贵可保 也可以完全不必理会什么一代赵 然而38岁的刘备明白 他要追求的人生价值 绝不止于此 于是接下来的十年里 他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坎坷崎岖 颠沛流离 更糟糕的是 十年过去 头发变得花白 大腿上的坠肉变得更厚 他却依然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面对这样的际遇 刘备可曾为当初的选择 感到后悔呢 没有 这一点从他鄙视许次 求田问社的态度里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新积极才说 求田问社 怕应修建 流浪才起 因为刘备最鄙视的 便是许次这样 胸无大志 徒有虚名 致社会责任于不顾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是因为 他不愿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二十多年来 他才一次次的败而负起 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辗转于各大势力之间 更可贵的是 这一次次的挫折 并没有磨平他的棱角 某种程度上 他依然是那个立志 城市余宝盖车的少年 所以襄阳城里 见到碧肉复生 他会凯然流涕 定军山下 曹军使下如雨 他却不肯避见 他也没有因急于求成 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曹操南下 刘从请降 他没有称人之威 攻取荆州 反倒背信自己无所不为 邪民渡江日行十里 追兵渐进 他也没有抛弃百姓自顾逃命 反说今仍归吾 无何人弃取 所以洗刀齿才称赞他说 先主虽颠沛显难 而信义欲明 势逼势威 而言不失道 这样的刘备 难道不令人敬佩吗 诚然 刘备的前半生 败多胜少 乍一看 似乎他的军事能力 实在不甚高明 然而奇怪的是 尽管刘备在 陆主巴首之前的战绩 世人皆知 可凡是同时代的 有时之势 却无不认可 他的才能 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可见 刘备不是没有本领 他暂时的落魄 只是因为时运不济 基础太薄 以及没有处在 恰当的用母之地罢了 实际上 就是刘备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尽管屡战屡败 却从不曾丧失 斗志和信心 正如龙中队那天 他对诸葛亮所说 47岁却依然一事无成了他 至尤未义 依然抱有 欲身大义于天下的雄心 他也同样相信 当此乱世 世会之来 岂有终极 只要自己坚持下去 一定可以迎来 事业上的转积 正因为他持有这样的信念 并为之不懈努力 48岁之后 他才终于 翻人翱翔 不可复制 在极短的时间内 跨有精益 并存巴汗 成就了顶足三分的伟业 这样的刘备 难道不宁愿赞赏吗 陈寿在三国志 仙主传的最后 评论刘备一生之工业 说他 机权干略 不带卫武 是以机遇 一侠 意思是 刘备之所以取得的成就 不比曹操 主要是因为他在机权干略上 比曹操要差一些 我承认 在权谋 财略上 刘备的表现 确实不如曹操 但他成就 差刘备一截的原因 并不仅限于此 要知道 曹老板虽然是宦官之后 在初身上不甚清高 可曹家 却家大业大 视为显官 是豫州地方 数一数二的豪强 此外 曹操和孙氏兄弟 初期都是在其家乡附近发展 其事业从起步 便得到了宗族乡党的大力支持 而刘备则从一开始 便远离家乡 不论在徐州 京州 还是在益州 他都是一个 势单力孤的外来户 他在创业初期之所以屡屡受挫 难以站稳脚跟 多少 也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说 打个不太恰掌的比方 就像现在很多电脑游戏一样 扮演刘备 还是曹操开局 在难度上 其实并不一样 如果曹操的难度是简单 那么刘备 即使不是极难 至少也是困难 显然 这一开局难度上的差异 极大的影响到了 两人的创业进程 以至到建安13年时 曹操已经占据了半个中国 刘备却依然是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没有一块立足之地 这一差异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 鸡权干猎 不在卫武 便能够解释得了了 至于刘备败多胜少 前面我也说过 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他都不是兵力占优的一方 话说回来 刘备本人身上 似乎颇能体现 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一理念 当其美战 则败 奔亡不暇之时 你不能说他不够英雄 当其败走萧婷 并亡白帝之时 你也不能说他不够好汉 毕竟人闹老年 血气已衰 如果刘备不是为了给关羽复仇 或者他抱有一点安逸守城的心思 那么六十多岁的他 完全可以安坐成都 而令派别将东征 即使失败 至少也不会有丧身远命之忧 而刘备没有选择这样做 并不是鲁莽 而是一定有他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在其心中 这个理由一定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这样的刘备刘选得 难道不令人惊养吗 老子云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位玄德 恰如老子所推崇的 最深厚最幽远之德 生成了万物 但不具为己有 养育了万物 但不自视其功 导引了万物 却不做主宰 这大概就是刘玄德 一生的追求吧 我心中的刘备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你心中的刘备 不是什么样子呢 请在弹幕和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吧 我是芒山野人 一个独入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